一边防御塔全没 怕被偷家不敢出高地 一边后期打不过 不敢跟对面开团 两边都很尴尬 就这么拖到了94分钟 创造了联盟史上 时长最长的比赛 在18年1月份的LCK春季赛 JAJ和SKT战至1比1平 而在关键的第三局 JAJ双C选出了沙皇和西威尔 也正是这两位英雄 凭借着超快的清兵速度 在SKT一波又一波的推进中 拖住了比赛 时间来到67分钟 SKT以上单为代价 拔掉了JAJ最后一座防御塔 但六神装轮子骂 清兵简直不要太轻松 JAJ甚至还在泉水旁 摆了三个传送门 用来抵挡兵线 而SKT的阵容 在后期是拼不过对面的 双方就这样 把比赛拖到了93分钟 此时比赛的关键点出现了 菲克尔卡瑟丁下落清兵 被对面逮到 打野螳螂灵性大招 骗过SKT视野 成功单杀菲克尔 这时候的复活时间 已经长达80秒 JAJ趁此机会 五大四一路狂推 最终在94分36秒 拿下了比赛 关键这场BO5 第一场打了46分钟 第二场打了52分钟 你们愿意打啊 观众都不愿意看 94分钟的比赛 才24个人头 而JJ在赢下比赛后 教练和队员 就好像拿了世界冠军一样兴奋 可能搁几个儿再想 终于能去厕所了 史上最离谱bug 只要你看不到我被击杀 那我就不算死 在当前版本 如果在没有友军视野的情况下 友军阵亡 那积分板上就不会记录死亡次数 而想要没有友军视野 就需要南枪梦魇这类英雄 我先给你蒙住眼睛 再给你队友杀了 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是 对面打野0-0 怎么就遛神了 死bug 很可能是程序员 在13.18 修复妮口战机bug时 意外创造出的 新bug 当大家对队友不满时 就可以趁着梦魇开大 偷偷送两人头 只要没人发现 就不会被人举报 想解决积分板问题 也很简单 只要退出重连 就可以正常显示战机 让我们猜猜 官方多长时间 才能修复这个bug 你总不能把积分板也禁用了吧 另外的新英雄贝雷亚 也不负重望 在外服的某一场队局中 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前置条件 开大进入狂暴模式的贝雷亚 不打剑膜 反而去痛击队友 最后还真刷了赛勒分金 你知道在外服 皮肤稀有度排名第一的皮肤 到底是哪一款吗 蓝色忧郁卡牌 在国服是通过蓝钻活动获取 但在外服 就是真正意义上最稀有的皮肤 在多年以前 华盛顿州西雅图的 PAX2009英雄联盟活动期间 蓝色忧郁被赠送给了 PAX的首批2万名参与者 这2万个皮肤 是用兑换码的形式赠送的 当然这2万个兑换码 肯定没有被全部使用 就过期了一部分 而且蓝色忧郁 从未上架过商城 也就是说 目前的英雄联盟 只有不到2万个账号 拥有这款皮肤 虽然它只是全都 早期制作的换色皮肤 但衣服上印的2009PAX 让它在外服的账号交易平台上 获得了高达2000 甚至3000刀的售价 如果在外服 遇到了用这款皮肤的人 那它不是联盟元老级玩家 就是超级有钱的富哥 在国府 国王龙龟 是一款相对稀有的皮肤 而在外服 这款皮肤 只是提供给 参与游戏测试的玩家 但在2012年 全都又把这款皮肤 送给了参加 巴西服测试的玩家 当时就有个骚操作 你在巴西服领取皮肤 然后再把皮肤 转到其他服务器 不过当时 这款皮肤是新皮肤 所以大家也没有太在意 剩下还有很多 赠送给参与测试玩家的皮肤 他们已经彻底绝版 不会出现在外服三合一 或者任何活动之中 甚至铁锈版本机器人 也是绝版的产品 当然你要是肯花大价钱 还是可以买到 有这些皮肤的账号 那各位觉得 蓝色卡牌 到底值不值呢 由于帧数原因 联盟里的锁链类技能 不会在超出范围后 立刻断开 所以就会出现 闪现出圈 依旧被控的情况 于是在14.4版本 设计师新增锁链技能改动 加快其检测频率 只要目标离开范围 锁链就会立即断开 而受影响的技能 包括剑魔W 蚂蚱 稻草人W 莫甘娜 等等等等 有一所一 这种改动 在一定程度上 驱入了妖姬这类英雄 但设计师 只选择给稻草人进行补偿 其W技能的锁链 增加了25码的范围 因为费者提克 实在太依赖W了 其他英雄 官方还需要进一步的评估 另外在14.4 热门天赋 致命节奏 迎来了一波进战专属调整 由每层9%到13.5%的攻速 改为每层5%到16%的攻速 如果放入实战内 1到11级前算是削弱 到12级往后就变成了加强 不过前期削弱的数值多少有点高 原本6级致命节奏跌满 有61.94%的攻速 现在就只有49.41% 这种削弱幅度永恩好死 不过话又说回来 18级的满层致命节奏 比原来高了15% 我在这青铜局 选出一手剑胜 低头猛刷到18级 然后高原学统再一开 我这刀不得得砍卷刃了啊 英雄联盟三大乐趣 变得更大 跑得更快 偷加成功 人人都想在魔典里 拿到大虫子大招 让自己变得更大 联盟的基本模型大小为65 包括剑魔阿里 盲僧沙皇等125位英雄 约德尔人的大小 大部分是55 至于狼人 我不是很明白 他为啥能和约德尔人一样大小 体型比正常英雄稍大的70 只有一个爱翁 大虫子零层盛宴 模型就已经达到了80 技能或者被动有关 十二人只有1级的基础护甲时 模型为82.368 在拥有18级基础护甲时 模型为87.754 当护甲达到437.5以上时 体型变为108 和狗熊开二后一样大小 同样大招变大的 狗头由80变为104 鳄鱼80变为96 鹿鹿65变为91 在没有触发任何bug 不使用双火护手 钢铁合计的前提下 正常队鱼中的最大体型 当然就是大虫子 在盛宴达到12层 模型为最大的160 第二大的 偷了大虫子R的塞拉斯 130 12层大招 可以让英雄的模型 变大一味 不过越大越难躲技能 一些奇怪道具 也有大小 卡丽斯塔的毛是20 王子的旗子是13.6 伊丽丝的蜘蛛是1 不过我觉得 最大的不应该是 拿着大虫子大招的 秦女吗 如何评价 季前赛新版信号盘 先不谈这几个信号 好不好看 有没有用 原来的四个经典信号 大家已经用了好几年 你突然多搞出四个 难免会有玩家用错 想点个撤退 变成推进 点个问号 变成钓鱼 不过这好像差不多了 一个反过来的问号 以前发信号都不用犹豫 因为范围很大 怎么都不会失误 现在8个信号 手艺的欧直接发作 难道要玩家们停下来 慢慢悬 另外此处有眼 也多了两个类似的新信号 而且你在敌方刚查下眼时 标记出来 会获得五金并 并显示这个眼的倒计时 这我就不得不跟入坑瓦的玩家 说明一下 大约是七八年前 一款名为多玩盒子的 第三方辅助软件 就曾经推出过类似功能 当对面插的眼 在你视野里的时候 会提示位置和持续时间 后来官方以恶意使用 影响游戏平衡的插件 等各种理由 封了一大批账号 并以这些第三方软件 提供幻腹等功能为理由 大力打击多玩 大脚等众多插件 最后只剩下Vgame的前身 TJP 关键TJP除了不能幻腹 和无限试据 其他功能和那些差价 没啥太大区别 甚至不如他们好用 不过有一所一 无限试据确实赖 我建议以后 对面在你面前 使用召唤试技能 也要显示倒计时 属于是人手一个硬逼格 新版杨刀砍翻峡谷 一刀给对面 身份账号都砍出来了 这不对吧 新杨刀新bug 一刀入魂 秒天秒地 想要达成这数十倍伤害 其实也不难 首先许晓恩 升级新版杨刀 然后再购买其他暴击装备 此时你的暴击数值 就会不断跳动 高至百分之百 低至负几亿 似乎是触发了某种叠加机制 数值变化的非常快 然后你的攻击力 也会一同变化 时高时低 而且这种变化 是一直持续的 所以在战斗中 有时可以看出 对面的QU号 手机号 甚至是身份证号 最多可达30多位伤害 有时就是正常伤害 这很符合暴击的定义 此时再加上一把引血剑 更是可以达到索血的效果 一刀轻松满血 如果我们出录掉所有装备 暴击率还会是百分之百 不过这是测试符 测试符就是用来测试 数值和bug的 很喜欢拳头程序员的一句话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 调整游戏 你们能吗 你厉害 我给你大母哥 问 如果在隐身时使用精神 会不会打破隐身效果 答案当然是 不会 隐身作为联盟的一大机制 背后具有了相当复杂的规则 就比如使用虚弱 隐燃 惩戒 凯克斯闪现 以及大轮斗的血球 会打破自己的隐身 传送闪现金身 甚至是暗爪 随后都可以保持隐身状态 而为了不让隐身机制 过于无赖 所以是给他加了一个鬼影 半透明的英雄轮廓 受到伤害时 显示英雄位置 持续时间大约为0.6秒 一些英雄的技能 也可以自动定位出隐身单位 就比如卡特的R 蛮王的W 莫干纳的R 等等等等 另外有七位英雄 拥有和隐身类似的伪装机制 当你属于他们伪装半径中时 才能发现这些英雄 其中最容易被发现的是 阿克上 半径为800 最短的是塞纳 半径为400 也就是这个圈 但是在外面 也可以看见塞纳的位置 只不过不能选定释放技能 属于联盟一个特殊的伪装机制 这个标志 表示敌方英雄 处于伪装半径外的300个单位 这个则表示 敌方英雄 已经进入了伪装半径 并且自己头上会出现叹号 表示已经被对面逮到 另外还有四个隐形陷阱 小丑暴女 禁以及提莫 尤其是提莫那个 在大论斗里 是真烦人的 我是真想不到 封女还有什么角度 可以削弱 是那满级才175的衰减护盾 还是W施法剧连 原来削的是被斗一速 可以提供的攻击力 想当年的封女 主W会星加焦卢 对线仗着手长 就是疯狂小好对面 在应付称霸峡谷的年代 也能在下路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直到12.2版本 设计师动起了她的小心思 光光表示 风女玩家们 在之前的游戏体验 实在如威风一般寡的 为了让加纳有自己独特的游戏风格 对其进行了小幅度乘坐 平A和W不再基于一速 造成额外伤害 同时削弱了W的施法范围 会修风女从此成为历史 但设计师还算有点良心 当加纳击飞或者减速敌方时 会获得20%的治疗护盾强度 这也让风女还没到不能玩的地步 但又因为她常年霸占 欧福美福的T1等级 包括现在也是 设计师就不断削弱 从基础移速到治疗效果 从持续时间到AP加成 风女诞生之间 已经经历了30多次削弱 比刀妹都多 关键现在已经到了玩不了的程度 那一技能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对面AP大姐的影验 更容易触发 你不说都没人注意你加盾 就算耐久度加强 软普普遍能玩 也没人拿风女 到底欧福美福是什么游戏节奏 才能让风女员成为T1辅助啊